大家好 我是汪崔玲 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新常态 在消费方面又有什么新常态呢 我自己就觉得在爆发之前 大家很随心所欲 喜欢洗就洗 我们叫做随意消费 在疫情过后大家都会小心一点 叫精明消费 原因就不是跟我们钱多或钱少有关 是因为经一试掌一致 大家都叻了 我们都懂得用一些隔身的科技 令自己省钱 省多少呢 可以省高达75% 你原本要给 但又可以享受相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挺不错 今天我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上班一族的朋友 如果你是上班一族的话 记住一定要看到尾 要看这个视频博 上班一族我问你一个问题 三样最重要的东西你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手机 没了怎么可以 随前随到的 Laptop 去到哪做到哪 第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 就是手中的咖啡 在咖啡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个精明的消费呢 可以的 有咖啡的新技术引申出来的一套精明消费咖啡计划 可以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刚才这么说 帮你省到75%的咖啡钱 第二就是你可以享受意大利五星级酒店又或者café 相同品质的咖啡 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可以喝完才付钱的 没错 饮用之后30天才付款 好不可思议呢 话实话 你有没有发觉在过去十几年 饮品 譬如咖啡的账幅都挺厉害的 一般上如果你说是标准的americano 一杯外面都会买到8-15 ringgit 如果cappuccino就更贵 大概是12-15 ringgit 如果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 它改一个很雅致的名字 特别高级一点的话 它翻几倍 其实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了 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账幅这么厉害的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 当我们给人一杯饮品或者咖啡 它的价钱 其实不是只是它成本的价钱 当中还要计算什么呢 铺租啦 人工啦 灯油火纳啦 你表面上看上来的免费冷气 免费wifi 全部都计算下去的了 那么贵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之好的方法 就是利用咖啡新科技 可以消除了这些这样的额外费用的 就是Aristo咖啡capsule 这个capsule就可以给大家 省下75%的咖啡钱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五星级的咖啡 又或者其他的饮品的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就是咖啡新科技了 那我手上的Aristo咖啡capsule 就可以帮我们省高达75%的咖啡钱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 和五星级酒店相同的品质的咖啡 那这种咖啡新科技呢 就可以消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 什么铺租啊 人工 灯油火纳等等等等的费用了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项咖啡新科技的咖啡机 和我手上的Aristo咖啡capsule 其实呢 在欧美已经有超过一亿的人 是很喜欢喝的了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冲泡方法是非常之方便的 不需要你特地去读一个course 又或者是拿张search证明自己是barista 都可以冲出一杯非常之有水准的咖啡的 就连几岁的小朋友都可以的哦 不信我现在示范给你看 那我即将冲的呢 就是一杯black diamond 黑鑽石咖啡的 那很简单啦 首先我们就放杯 OK 然后打开它 然后将这个capsule放下去 OK 轻轻按这个按键就可以了 那我刚才放进去的capsule 其实是有100%来自咖啡性地 意大利的唇咖啡 当中呢也都没有人造的香精 也都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的 你看看 哇很快一杯香浓的black diamond就可以冲出来了 而且你留意在这个观感上是非常非常之美的 因为呢是我第一部看到的高压蒸气咖啡机 是有spotlight的哦 那我们常常都担心说会不会under或者over extract 就是因为它是高压蒸气咖啡机 所以extraction是近乎perfect的 OK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你慢慢沉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层咖啡油在上面 你看 那么简单 就可以有一杯完美无瑕的black diamond 大家觉得这一杯black diamond在cafe要卖多少钱呢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你们想说 哈 我都不喝black coffee 我喝了咖啡一定要加奶的哦 没问题 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示范 怎样去炮制一杯意大利云石 copicino 首先要用到的呢就是Aristo的milk capsule 那要做的东西很简单 好像刚才那样把它放入这个高压蒸气咖啡机 不过今次我换了一个杯 换了这个香菌杯 为什么 稍后你就会知道的了 那么我们就要打热一点奶了 那很多 尤其是女性朋友呢 又想喝有奶的咖啡 但是又怕肥的嘛 有好消息 因为Aristo的milk capsule 它们的卡路里呢 比起外面一般的lattay是低3-5倍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喝用了 那么随此之外我觉得是非常之方便的 因为如果你是要炮制一杯cappuccino的话呢 一是你真的要懂得冲咖啡 又或者是呢 你要用鲜奶 那有时鲜奶你买了回来又用不完 又很浪费的嘛 那么随此之外呢 要是你用大机 用一个一支的Thorfer 另外呢就是如果用咖啡机的话呢 你也有另外一个component去打你的鲜奶 那又要洗多几样东西 但是你看一下 一部咖啡机就可以搞定了 现在已经很清晰看到有泡 又和鲜奶了 那接着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 加入咖啡 看着吧 那当咖啡呢 加下去的时候呢 就很清楚看到有几层不同的颜色的 那有些朋友就说 那究竟cappuccino和lattay是怎样分呢 最容易的分法就是lattay呢 奶比较多 而cappuccino呢 就是泡比较多的 就是你现在眼前看到的了 慢慢已经形成了三层了 有泡 有咖啡 有奶 很多时候我们炭咖啡 除了炭它的浓郁的味道 芬芳朴鼻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观感也很紧要 是不是 你看一下 简直 是像一位sexy lady 大家觉得 这一杯 意大利云屎cappuccino 在外面要卖多少钱呢 我知道你们又想说什么 你们当然是说 我都不喜欢喝叶咖啡 我只喜欢喝冬咖啡 没问题 现在就和大家示范一下 如何炮一杯香檳咖啡 先来我们要准备 就是黑咖啡一杯 和刚才做法一样 将capsule放进去 然后呢 你准备这个水瓶 水瓶里面就放些冰块 一般上在家 即是普通的水瓶都可以的 不用说特别的什么瓶 讲开这个冬咖啡呢 其实有很多流传的故事 哪个开始先呢 有些人就说是非洲 有些人就说是Vienna 维亚纳 一般上大家都会觉得 美国人亚洲人 是特别喜欢喝冬咖啡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 冬咖啡加冰块 会不会吸气咖啡的味道 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我等下示范给你看 好咖啡准备好 我们就把它倒进去这个瓶里 嗯 甜不甜到 哇 烟霧出来的时候 已经闻到香频频 非常浓郁的咖啡味 OK 好咖啡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扮 Bartender 来了 越大力挫的话呢 你就可以挫出越多泡的 香菌咖啡 就等下用这个香菌杯 OK 来了 看 你看 看不见到这泡 是不是真的好似一杯香菌 那样呢 哇 好 非常之简单 这一杯香菌咖啡已经泡制成了 大家觉得这杯香菌咖啡在外面的cafe 要买多少钱呢 我知道大家有想说什么 你想说哈哈 其实呢 我是不喝咖啡的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 我也有另外一个方案给你 因为Aristo的capsule 不单止有咖啡 还有茶的系列 还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今天呢 就想冲一杯Rosie Latte 给大家享受一下 首先呢 就跟我们之前冲的cappuccino 一样 我们将一个milk capsule 就放进去 OK 接着呢 就打热点奶了 那边喝茶呢 其实以前就会觉得 是比较成熟的人 即是做成努病之前喝茶的 但其实呢 已经不是的了 你看一下 现在街头街尾 都有很多些卖茶的商铺 已经是近这十年八年 成为年轻人吹捧的一些饮品来的 那讲开茶呢 有些人就会觉得很难的 即是品茶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来的 因为水温又要刚刚好 那如果浸得不够久 那些茶叶呢 那就怕不好味了 浸得久了 又怕苦结味 都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部高压蒸气机呢 就帮到手了 那我们打热了些奶呢 接着就可以放这个茶的capsule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要茶没有苦结味 又要浓的话 最重要就是茶和水 它接触的时间是不能太长的 那如果用这个高压蒸气机的话 基本上它们的时间的调控是刚好 所以冲出来的茶呢 既浓 但是又不苦结的 好了 那大家已经看到了 当茶呢 跟奶呢 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好像刚才的cappuccino 有三层 就是非常之有美感的茶辣椒 好 说这么快呢 这一杯rose tea辣椒 就泡制完啦 大家又觉得这杯rose tea辣椒 在外面的cafe要卖多少钱呢 嗯 除了刚才的几项咖啡和茶之外 Aristo Capsule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就譬如说是 Cinemon Latte Latte Mocha Iced Coconut Milk Coffee Primi Iced Cappuccino Lemon Coffee Mocktail Lime Coffee Soda Sea Salt Creamy Coffee Ginger Tea Rose Tea Albreti等等 嗯 讲到这里呢 相信大家都对于Aristo Capsule的 咖啡和茶非常之有兴趣的 特别是在价钱方面 那怎样可以做到比出面的价格低到75%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Aristo的精明消费咖啡计划服务 这个服务有几大好处 第一 不用你付钱买咖啡机 那部机是免费提供给你用的 又不用按针 亦都不用逼你一定要买特定的capsule的数量 而且呢 亦都不会有合约的捆绑 言下之以即是说 其实你随时终止都可以 那就简直是将一间mini cafe 带到你的office 令到你office里面所有的上班一族 都可以享受到 锋芒欧美的咖啡新科技 那Aristo Mini Cafe呢 就可以面除了刚才他们所说的 什么铺租啊 人工啊 灯油火纳这些成本 而定价呢 就以成本为基础的 那所以平均每一个capsule的价格呢 是可以做到 比起外面的cafe来说 是低于75%的 那我们一起来计计一下吧 Aristo的价格呢 其实可以帮我们省多少钱呢 我当你平时呢 每日都要去cafe 买一杯咖啡的 那我当他平均是12 ringgit 那现在你用2 ringgit 就可以享受到 那即是一日就可以省10 ringgit 我又当你每一日 即是一个月里面 每一日都去cafe 那我当你30日即是30杯 30乘10 就即是300 ringgit 一个月可以省300 ringgit 那如果全年来说12个月 你乘一乘去 是不是一年可以省4000多 ringgit 哇 很多钱啊这里 Aristo除了可以帮我们省钱之外 还是市场上首个为他们的会员提供 先享受30日之后 才付款服务的咖啡品牌 那怎样可以做到呢 首先呢就要登记做会员 登记做会员之后 Aristo就会送给你50个capsule 这个是credit来的 你可以收到office那里 喜欢什么时候拿出来 探咖啡 探茶呢 那都可以的 就将这些capsule放入咖啡机里 就可以品尝到五星级的咖啡和茶了 至于什么时候付钱了 30日之内 你可以上到Aristo的网站 登入自己的帐号 到时你喝多少capsule 就付多少钱 就是这么简单 那怎样才可以成为会员呢 如果你的公司或者你的部门 只要多一个人就可以了 那你派这个负责人去申请 一部免费的Aristo Capsule咖啡机 而每一个咖啡机 是跟随着八个免费的会计 那你看看 全公司很多同事都可以 做一个精明的咖啡消费者 去享受五星级的咖啡和茶了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你工作的部门 趕快免费安装Aristo Capsule咖啡机 或者你本人是很想成为会员呢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在下方点击进去登记就可以了 好 等我们齐齐来做一个精明的咖啡消费者 Cheers 转发作 по上海 Capsule咖啡 Rin Gay Gay Am